大家好 我是蘋果草兒童劇團的團長 我是岳妹 其實創辦這個劇團呢 我覺得跟個人的成長背景有很大的關係 就是國中就是一個愛幻想的人 那也喜歡說故事 那到高中時候才真正開啟對劇場的興趣 那在大學時代呢 參與了一些社團的活動 那當然在大學時期 我就辦公辦讀到電台主持節目 所以其實那時候已經離開劇團 離開劇場了 一直到我的小弟意外過世 那其實有一陣子蠻悲傷的 所以才想說那重新再回到劇場 找到一種療癒的力量 那沒有想到就這樣一路走來 17年的時間就過去了 那蘋果草劇團呢 在彰化縣 其實做了蠻久的兒童劇 那我們辦的大大小小 各種不一樣的演出 那這幾年也巡迴到外縣市 所以我覺得觀眾的力量 還有來自各個單位的肯定 學校的鼓勵 小朋友的笑臉 那都是我們持續走下去的一種力量 而我自己就覺得說 它是一個蠻適合我們走的方向 因為其實很多劇團 都會去申請各個不同的計畫方案 然後去試著找到和自己屬性的 那時候看到這個村落文化發展計畫 我覺得它有一點跟社造相關 但是呢 又是在村落裡面進行一些文化的工作 所以一開始就用摸索的方式 嘗試了一兩年 那沒有想到 我覺得在這個計畫裡面 越來越找到自己的地位 那也嘗試著試試看說 我們在長期參與一個計畫 是不是也可以順利幫助我們的組織 劇團做一個轉型 因為我們以往都是演 然後小朋友看 或是觀眾看這樣 但是我們能不能再去貼近社區 或是演社區的故事 所以這是我們這幾年來的嘗試 那就像剛剛講的 就是說我們長期參與了這麼多年的計畫 那當然也會去思考說 我們到底累積了什麼 或是成長了什麼 然後最終呢 我們發現就是說 其實開放一個劇場的空間是很重要 然後跟經營一個在地的藝文空間是很重要的 那我們在地有什麼空間 其實我們隔壁就有一個展演空間 一個很棒的展演場 可是在相公所 它一年只有辦一次進行 或者是說辦一次中秋節母親節的活動 那再來就沒有了 那有時候我們每天經過那個地方 都會覺得說它閒置著很可惜 那或者是變成一些 可能不良分子去利用的地方 空間在那邊 那我就覺得其實我們也附有一個 活化地方藝文空間的一個任務 那加上那個地方就是很適合全家大小一起來 所以我們今年就特別 朝在地的劇場藝術節來規劃 那邀請一些街頭藝人 市集然後有一些手作 戲服的體驗闖關 就把我們這幾年的一個累積做一個結合 那所以在劇場這邊的空間會有一些活動 然後在戶外的那個市政 新市政公園也會有一些活動 所以在9月27號就是我們辦活動的時候 就也希望說把這個空間活化經營 然後盡好我們作為一個社區藝術發展組織的這個責任 謝謝大家